YOU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今天是我們的貓咪大戰爭時間 喵~~~~~ 好啦 那麼今天呢 我們要來轉我們的 逆行的戰士 黑暗英雄 那麼 我發現呢 我好像在 這一 呃 轉蛋影片系列當中 好像完全都還沒有出現過 這一個系列的轉蛋影片 那麼 這個系列裡面啊 最強的好像就是 貓俠大帝跟阿基 欸 阿基拉好像也不錯嘛 我印象中阿基拉也不錯 然後還有貓俠大帝 好不好 這個貓俠大帝呢在 因為他好像攻擊距離也蠻遠的 所以在這個大狂亂關卡 好像就可以有很好的發揮空間 那而且呢 各位 這一次的黑暗英雄系列是 超激西洪確定 各位 沒有跟你開玩笑 超激西洪確定不最暗 所以我一定要把握這次的時間 我跟你講 一定可以 我們一定可以 我們一定 一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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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可以抽到貓俠大帝好不好 各位 各位觀眾 貓俠大帝 那麼呢 各位 接下來 我們就要準備 來我們的 十連抽 超激西洪確定 各位 各位 到底要畫什麼東西呢 我也不知道 來了 十連抽 GO 來了 好 沒關係 這個 正常 前面一樣這個 稀有先來 來玩 然後會多來幾個超激西洪 我有感覺喔 這次會有兩個超激西洪 好 激西洪 舉重貓 舉重貓 放到兄弟貓 不是阿貓 窗邊 欸 怎麼那麼多激西洋啊 窗邊 少女貓 這次怎麼這麼多激西洋 通靈貓 上滿貓 來了吧 有感覺喔 各位 按下去超激西洪出來 有感覺囉 有感覺囉 沒有 沒關係 哇 怎麼兩個上滿貓 呃 弓箭什麼 好 OK 呃 差不多囉 差不多該來了 哇 這隻是誰啊 我完全沒有看過 西原寺機子 啊 機器子 啊 我的夢想到底了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隻角色到底是什麼用途啊 好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西原寺機器子 啊 用一根棍子 將原本用雜誌 用雜誌附入零件 組成的機器人太猛了吧 哇靠 改造成殺戮機器的魔改少女 哦 對上異星戰士跟黑色敵人很耐打哦 呃 對異星戰士跟黑色敵人很耐打的我已經有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他 史前能夠存活一次 好不好 這可能是他的一個特色啦 或許之後有一些關卡可以他有很好的發揮空間 好不好 那麼這一次呢 貓俠大帝 殘念 好不好 但是沒關係 好不好 我們還是 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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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努力 繼續課金 欸